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是万万不敢相信 乡下小伙路过公园 看到花盆旁 有三只流浪蚯蚓 没意外的话 他们的名字都是叫小帅 小帅们看到乡下小伙 拼命地想起身跟上来 仿佛就是前世注定的缘分 认定他就是主人 也许就了他们改变不了世界 但他们的世界会因此而改变 经过数个月 太令人意外了 小帅来报恩了 数不尽的帅帅们 只为争相跟主人说句 谢谢你 看他们油亮亮的身体 不断蠕动伸长的身躯 真是充满了无尽的温暖与感动 我们扪心自问 有的蚯蚓被呵护着 有的蚯蚓却只能被与林师 对一只蚯蚓好 也许只花你一部分的时间 而它却将一辈子回报于你 如果你愿意蚯蚓知道 怎样感动你的心